近五百年一月 持續最長時間的日傳食天文奇觀 今早早在亞洲區展現 印度是第一個見到太陽被月影掩蓋的國家 跟著長江流域多的城市 民眾都感受到白日變黑的奇景 全球最早見到日傳食的國家是印度 本安時間朝早近八點天色遮暗 不少人選擇聚在一起 看這次天文奇觀 古代的中國人以為是天狗吞了太陽 古印度人就稱之為魔龍食脈 世紀日食由印度開始 經尼泊爾、孟加拉和不丹等國家進入中國 由西藏雲南開始 由西向東天色一路暗下來 長江流域不少城市都是觀測的好地點 其中在重慶 日傳食過程完全呈現 錯規 太陽被月球的陰影遮住進入食器階段 四川的畫面更加見到貝利珠 即是太陽的邊緣突然出現一寸亮點 之後正式進入食神階段 武漢也都看到日傳食的奇觀 因為太陽被月影掩蓋 黃河流在朝早都搖開著燈 上海的外灘也都漆黑一片 不過短短幾分鐘之後 月亮逐漸離開太陽 天色回復光亮 不過並不是每個地方都天功造美 在蘇州就因為落月 太陽被雲塵遮住 圍觀的民眾看不到日傳食 即是感受到天黑 市民都說相當失望 日本亦都可以觀賞到今次難得一見假天文奇景 今次奇觀最後在西太平洋北赴黑群島結束 無線電視機首本文言報導 安徽銅鈴位處於日傳食大中心線上面 大批天文愛好者湧到當地觀日 包括兩個神州六號太空人 陳淑儀在安徽銅鈴報導 幾千人齊集在銅鈴太陽力廣場觀測場地 等待見證歷史一刻 飛進龍通知 月射飛進龍通知 包括神州六號太空人 聶海姓和飛進龍 到這裏觀看日傳食應該是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現在好像還有一點雲 大星嗎 有一點點 現在天氣你也可以看到了 你覺得嗎 我們都在期盼了觀看這一美景 銅鈴早上7點多見到太陽 大到8點就多雲 8點19分初愧一刻 甚至有些著雨只能夠看電視直播 有過8名香港人也都特意來到 直到9點20分雲散開了一點 全場人都心情激動 到日傳食一刻天慢慢刻起來 其中一面出現橙色的雲下 人生可以看的一次日傳食 在同寧這裡看了日傳食之後 最快夏年在南美洲可以再看 中國境內就要等到2034或者2035年 母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在安徽同寧報道 而北京只可以看到日編食 由於天氣不太好 能見到差 市民都不容易觀賞到 住北京記者吳怡婷說 日編食早8時25分開始 但見到的是白蒙蒙的雲層 就連太陽在哪個位置都找不到 但一個小時之後出現轉機 在食食時終於見到太陽露面 而且在薄薄的雲霧中 肉眼都見得到太陽 被月亮遮擋七成三的面積 手持露面只有幾秒鐘 有人拍下日食的瞬間 比中頭獎更開心 太陽之後又再出現 長達幾十秒 在日食後半段時間太陽若隱若燕 在復原的過程中和市民捉意恩 比較興奮 因為一大早就過來等 然後而且它今天陰天 沒想到會看到 結果剛才時間很長 而且也挺清楚的吧 天文專家說 其實不用特地去一些地方追日的 只要在家裡的門口 或者是在天台上面 窗前的地方看到太陽都是最好的觀察點 而天文館內人山人海 透過螢幕欣賞各地的日傳食 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吳儀庭報道 在香港多處你也看到日編食 大批市民就去到太空館和石澳等地觀賞 香港的日編食大約在早上8時15分開始 月球慢慢移近太陽 二千多個市民湧到太空館 透過天文望遠鏡和太陽投影兒 親眼感受這一個 超過半個世紀 值得最多的日編食 爆光了 沒力氣再看 望遠鏡要埋堂 沒時間 每個人原本可以在天台留一至兩分鐘 有人看得頭入 留了半個小時都不願意走 到底這次的日編食有多吸引 很興奮 看得到太陽像月餅一樣 但被老鼠偷吃了一塊 看得到很漂亮 出了出了出了 而市民亦各自發揮創意 自製濾鏡和攝影裝備 針放那些 可以看到很小的太陽 投影在紙上 在排隊期間有市民懷疑中暑 不舒服送丸 不少市民一早起床來到太空館 希望可以逗到日編食 不過天氣就早情早暗 市民都說難免覺得有點失望 太空館方面就說 有一些雲飄過 反而還帶來了驚喜 因為雲的作用就像雷鏡一樣 將陽光過濾了 變成了眼睛就可以看到 那時剛巧太陽是比吃得最多的 市民都起哄 而石澳亦都是看日編食的好地方 除了因為泳灘圍處於香港東邊 是觀賞的好地點 來到亦都順道一邊曬太陽和游泳 而屯門這間小學的天台 亦都成為了觀賞日編食 其中一個集中地 為了看這個天文現象 每個都一早做好準備 無線電視記者 泰明奇報導